记者邱昊棠台南报道,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珍,连免主,卢坤福,蔡玉辉及洪玉凤,今日召开记者会招向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子敬,希望范兰,再有联盟能早日整合,毕竟年底有胜选可能。 其中,当初力挺陈子敬的头号战将蔡玉辉也出席,并指出陈英早点提出方式整合,对市民才有利。 既是议员蔡旺权担任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竞选团队发言人后,蓝莹也驻手整合脚步。 担任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斯波发言人团的市议员们,今日召开记者会,希望陈子敬能与国民党携手同心,一起在年底废除民进党的暴政,他们直说亲爱的局长回来吧,并强调年底非常有可能蓝天变绿地,因此范兰不能分裂。 蔡玉辉也说,范绿这次出现三个参选人,又有五党籍参选人林立峰拉走年轻选票,加上黄伟哲经常说错话造成不少争议,所以范兰有机会胜选。 大选登记的日期定于8月27至31日,至今仅剩一个多月。 蔡玉说,时间非常紧迫,所以为了让市民脱离暴政,陈英尽早提出能接受的方式一较高下。 王家珍也承诺,若是陈子敬胜出,他们也会与陈展在同一阵线,随住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承诺担任高斯波竞选总部主委,范兰整合仅剩最后一块拼图。 针对范兰整合,先前曾传出再比一次民调,议员投票小鸡选母鸡等方式,但都无疾而终。